第三個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圖形 這個第三個四者圖 這圖是y等於根號1-x平方 有一條直線y等於x下k 那題目說這兩個圖形恰而兩個焦點要求k的範圍 這個題目其實要講蠻久了 所以剛剛這個有點趕時間不好意思 那我們慢慢的講一次 第一個對於這有根號的圖形 你可以先去逆推回去 看這原來的方程是多少 那把根號消掉叫y方等於1-x的平方 那這整理是叫x方加y方等於1 那這個圖形是什麼圖 這個最後的原來的圖形是一個圓 對不對那這個圓呢 圓形是00 而且呢這個圖形 x、y是不是都可以用正的或負而代 好 那我們開始逆推回去 逆推回y等於1-x的時候 只是一項而已 所以一樣是x可以正負x y可以是正負y 可是呢這個圓圖回到一開始 y等於根號1-x的時候 這圖x還是可以是正負x 可是我們的y只能剩下正y的 所以最後的圖形畫起來剩下什麼東西 這個y等於根號1-x平方的話 本來的圖是正負都合的 現在是只剩下了上半的地方 因為它只允許正y 所以這個就叫上半圓 可以嗎 我寫在下面好 所以y等於 根號1-x平方 叫做上半圓 因為只允許正y 所以你應該就知道 y等於負的根號1-x平方 這時候y只能是負子 就叫什麼圓 就叫下半圓 xk是正負 y是負的 那再練習一下 如果是x等於負的根號1-y 這x可以是負的 但y可以是正的跟負的 x等於是負的 所以這是要左半圓 可以嗎 好 那回到圓題 接下來把s畫出來 是我們的上半圓圓圖形 我畫出一點 這時候我們的直線L 是y等於x加k 是一條斜直線 那它的變動的項目 就是我們的k 隨著不同的k而改變 那斜率固定 它就是一組平行線 可以嗎 隨著k的不同 就可以去改變它的位置 也就是說呢 y點x下k 隨著k的不同 它會在這個圖形裡面平移 會在這個圖形平移 但是我們只要取這個 有兩個焦點的平移部分 那有兩個焦點 有這個圖形的分析 我們知道 這個平移的過程 我們是只能往上平移 這邊中間這個區段 所以才會有兩個焦點 那怎麼去求這個兩個焦點時的k呢 要去求k的範圍 先求邊界好了 一個是帶點 第二個去找性質 像這裡 這個 比較下面的這一條 是通過01 所以這個y等於x加k 是不是可以帶01進去 算的話1就等於0加k 所以這條線 比較下面這條叫k等於1 好 那k等於1算出來以後 那上面這條怎麼算 你要注意 k等於1 最上面這條 是一條切線 切線代表是什麼意思 圓形是00 你看前面 圓形是00 半徑是1的圖 那這時候 如果相切 是不是代表 與圓形的距離為1 所以在討論切線的時候 1項 x-y加k等於0 那 那 與 00的 半徑 等於1 所以來 根號的1加1分之 0加0加k的絕對值 算才等於1 算才k等於正的或負的根號2 k等於正負根號2 代回原式 y等於x加或減根號2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底是正的根號2還負根號2 你去畫圖 如果這兩條式子畫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分別的是會過x0帶的時候 一個會過0 正根號2跟0負根號2 對不對 那我們要的是過0正根號的鞋子線 還是過0負根號的鞋子線 我們要的是0正根號的鞋子線 對吧 因為我們要的是上面這條切線 下面根本沒有語圖有焦點 我們的藍色的 S 只有上半圓 我們藍色的S 只有這個上半圓 只有這個上半圓 上半圓 好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個取 正 所以 上面這條線 就是叫做 y等於x加更號2 也是我們的k 所以從這個圖我們就知道k的範圍 比1大 比更號2 小 可是你要注意喔 1的地方正好有兩個焦點可以相交 更號2是相切的時候 所以不能有焦點 比他小一點點就有兩個焦點 你看 比更號2 比更號2這條線小一點點就會有焦點 但是更號2 正好更號2是相切的 相切只有一個焦點 可以喔 所以你們自己再注意一下 這個切點的時候 k是範圍是接於1到更號2之間 更號2這邊沒有等式 好 那大概這個 這個半圓就這樣 順帶這東西 不一定會講 這有點刻鋼 有一點點超鋼 一點點超鋼 所以這 這就當一個補充 但是我覺得這個觀念 和畫圖還蠻清楚 所以你們應該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就這樣子 ok OK